大家好 我旁边有一颗地栽的月巨花 它这个花朵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这个花朵已经开败开泄了 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它修剪 如果没有继续给它修剪掉的话 它会消耗比较多的养分 导致供给不了养分到金长珠这些花苞上 所以一定要继续给它剪掉这个月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剪掉 就是往花朵下来这些地方 花朵下来第二段叶片这里剪掉就可以了 剪完之后呢 一定要继续给它补肥了 因为它是要更多的养分 供给到这个新打开这个花苞上 一定要给它补肥 首先就是把这些杂枣 这些不是杂枣啊 这些铜茧草给它煮掉 咱们可以用到这些农结肥啊 这些羊分啊给它撒一圈就可以了 这些就是这个纯羊分啊 这是到农家院里弄的 然后就经过了晒干之后呢 给它撒到这个叶极花这个花根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直接回填这个土壤就可以了 这个土壤是湿润的话呢就不要浇水了 这样它吸收这个肥率之后呢 它自然的就供给到这个花苞上了 撕肥的话就是25天到30天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可以让它吸收养分的 刚才说了 它自然的吸收到就会打开这个花苞的了 好了那么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叶极花 是后如何修剪和撕肥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